有一次我是主持人 然后Mu来唱歌的时候 她穿了一件性感的小洋装 然后肩带在上台前一秒断掉 我说如果接下来 她在任何天上的舞台上 我来不及给她送别的真情 她自己带好好吗 一路走过来这么久 都是好朋友 都是家人 我不能够在 掉任何一个小朋友了 我们来约吧 要尽量约要尽量尖 积极抗癌的歌手朱丽静 7月3号不幸辞世 灵堂开放第二天 离公司外设置了留言板 让粉丝留下来不及对Mu说的话 我跟Mu之间有一个小秘密 有一次我是主持人 然后Mu来唱歌的时候 她穿了一件性感的小洋装 然后肩带在上台前一秒断 我说来不要担心 我就帮她用那个别针 把那个透明肩带给别上 那这么小的一件事情 她就一直记在心上 所以她每一年就会跟我讲说 乃琴姐好谢谢你 那时候救了我 我刚刚送了她这样同款的别针 我说如果接下来 她在任何天上的舞台上 我来不及给她送别的真情 她自己带好好吗 现在Mu还缺一首 她自己创作的歌 她压轴的这张专辑里面 还没有她自己创作的歌 我们想完成她的遗愿 如果Mu现在有留下任何手杂 或者是文字 果伦老师可以帮她补取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方法 是可以跨时空的 譬如说有人工智能 是可以复制Mu的声音 让她演唱新歌 对现在已经有这样的技术 也可以有影像的复制 那未来如果 第一果伦老师仍然很想要 办超偶的演唱会 那不会让Mu缺席的 我还欠她一首歌 我当时写不出歌 当然对创作者来说是很正常 可是也可能是我的压力比较大 因为她真的是我觉得 非常棒的歌手 很棒的选手 我想要帮她写一首非常棒的歌 但也许是这样的自我要求下 就反而写不出来 我很想完成这首歌 但是歌手已经不在了 我也不晓得谁要来唱这首歌 以她的个性 她现在一定会跟大家说说 大家辛苦了 希望她在另外一个维度上面 能够继续像她在 我们的记忆当中的一样 就是很用力的去诠释每一个表演 然后我刚刚就是跟她说谢谢 然后就是希望她在 在另外一边不会再有痰痛 我印象深刻的是 她在发片记者会的时候 她带着笑容 跟大家宣布 她自己的乳癌的消息 像她这么善良的人 我真的觉得她的离开人事 是大家的损失 那因为我自己 也是爱友 我真的很错愕 我以为可以跟她一起 吸手抗癌 我会延续她的精神 然后继续的为自己奋斗 也为大家活出一个榜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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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